而说到美食,春节假期是大鱼大肉吃不停 再加上可以睡到自然醒,这体重自然也跟着飙升了 台中市中国副一提醒了,体重增加之后的30天 是减重的黄金关键 因为饮食还有作息聚变而导致的水肿便秘及脂肪堆积 在30天内,恢复正常作息,减量均匀饮食 搭配运动的话就能见效 春节假期大鱼大肉吃不停,再加上直接睡到饱 因为饮食及作息的聚变导致体重跟着飙升 资料显示将近四成的民众过年平均变胖1.7公斤 应该是有变胖1、2公斤 因为吃了这么多零食喝这么多饮料不变胖才奇怪 而且过年就待在家里也没在运动 恢复过年前这样,零食和饮料就不碰了而已 就饮食的部分就是可以让吃的东西少一点 好比说高糖的东西就减少 以一个60公斤的患者,那我们讲说慢跑30分钟 大概可以减少250大卡左右 减重1公斤需消耗约7700大卡 相当十杯的珍珠奶茶 医师建议可把握年后30天的黄金期 设定每周降0.5公斤的小目标 并把握三原则 均衡减量饮食搭配531运动 一周5次每次至少30分钟 每分钟心跳达110下 并恢复正常作息 心理跟生理的机能一起收心 将年假累积的水肿 便秘脂肪堆积代谢掉 就能见效 这到6个月你的体重还是居高不下 其实我们身体会有所谓记忆效应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的代谢 新陈代谢会出问题,会开始减慢 这个时候就算你在怎么甩油运动 你要减回原本的体重 就会比平常还要再更困难一点点 所以通常我们都说减重黄金时间 大概就是一个月 那尽可能在三个月内减到原本的基础体重 常见的生酮饮食168断食法医学统计 显示成效不高 可能还会增加内脏脂肪 肌肉量减少等问题 想要减重得按部就班 可别操之过急 刚才说